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是这样写的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坐在房间里 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 对我们今天要聊科幻小说 邀请到两位专家版权经纪人谭光磊 光磊你好 光磊你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读影出版的主编沃甫 沃甫你好 沃甫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沃甫的出版社出了一本新书 科幻小说叫做红星革命 科幻小说在台湾来说 算是一个还蛮年轻的类别 如果年轻 出版量比较少 对对对 不算年轻 是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沃甫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小说的情节 好不好 让我们先进入一下这本故事 红星革命是一个三部曲的第一本 这本叫崛起 他的故事发生在未来 然后人类已经 人类人类的社会那个时候 有一个统领会所统治 然后又用颜色分成各种阶级 最高的这个统领阶级是用金色的 是代表色是金色的 然后最低阶的劳工是红色的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类已经开始向太阳系的其他行星殖民 那要殖民之前要必须先去做那个行星地表的改造工程 就是把地表改造成让人适合人居住 那要做改造工程就必须要去开采能源的矿 矿场 所以就会有一群红色的 红色阶级的劳工被派出去开采能源矿 故事开始的时候 故事开始在火星 火星的地底有一群红色阶级的劳工在那边采矿 然后我们的主角戴洛是劳工之一 红劳之一 这些红劳在世代之间 他们已经在火星的地底开矿开了非常非常的久 他们在那边出生 然后在那边工作 在那边死亡 他们一辈子阶级是无法改变的 他们对 然后他们甚至没有离开过地底 他们不知道地表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一直被灌输的观念就是 你们是这个殖民的先驱 你们是文明往外发展的重要推手 因为你们在这边牺牲奉献 所以未来当火星的地表改造好了之后 人类才可以到火星来居住 红劳在地底的工作环境 跟生活环境都非常的差 那他们其实感觉上就是 已经习惯说我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 但故事里面戴洛因为 某些事情就受了惩罚 然后后来他的妻子被处死 被处死之后 戴洛去违约 违背法律 他就把妻子的尸体解下来 那解下来之后 戴洛自己也必须要受到调刑 因为 惩罚 对 因为虽然说他们一直在开矿 但他们因为居住的空间非常有限 所以他们不被允许把尸体埋起来 他们就要把尸体吊在那边 让它干掉 然后解下来把它磨成粉 受调刑之后 他发现自己没有死 就是他在脚架上面浑过去了 那后来发现他没有死 反抗军组织希望把它改造 然后让他混进去这个金色的统治阶级里面 然后取得足够的权力 然后发起一场颠覆的革命 其实这个书一开始就很吸引人 就像我刚刚开场说的 地球上只剩最后一个人 可是他听到门外有敲门声 很惊悚的 对 你就会很想知道 它当然不是鬼故事 但是你会很想知道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科幻小说的一个剧情 通常都还蛮吸引人 我很想知道光磊 你觉得这本书 最吸引的是哪个部分 开头那句话就是 就是很震撼人心的 就是说火星上的重力不大 那如果有人要被 他们除时是除绞型 那因为重力不够 所以其实你会飘 你不会弄下来 对 所以他说得有人将受刑人 往下拉才能脚断咽喉 然后同理会就要求 由家属亲自动手 所以你看这样短短一句话 你就感受得到 同理会他的残暴 他的威权 他其实很聪明 然后还有火星 这个环境 跟我们熟知的地球 是不一样的 还有同劳这些人 受到的压迫 就非常厉害 他一开头讲这个 就立刻勾勒出一个 一个整个故事里面的场景 对 所以那时候 一开头看就蛮吸引人的 对 然后他整个 节奏非常快 那故事的设定也非常有趣 他一方面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故事 对 抗暴 然后像是苍蝇王 或是饥饿游戏这样子的 学院游戏互斗 那另一方面 他又有一些比较深层的 关于社会批判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是可以用 好几个层次来读的 对 其实刚刚沃福讲到这个 严明的社会阶级 然后不被告知所有的真相 然后你是活在一个谎言里 就我们就算抽掉他那个科幻的那一面 其实跟真实很接近 对不对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把会把红星革命 这本书放在反乌托邦的这个类型里面 反乌托邦的类型 就是科幻小说里面反乌托邦的类型 就是阶级不流动 然后会去渔民 权力阶级会去渔弄底下的人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这几年很红的像饥饿游戏 那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就是明明我们这一区的生活 就是非常的困苦的 然后我们知道都城的生活 是非常的奢华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觉得 我们好像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 生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边的人就是比我们高级 他要你接受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我们要 我们必须每年派人去参加 这个互相杀戮的游戏 我们好像就必须是这样做的 对他们会有一套说法 让地下阶级的人觉得 对这是我的命运 我就是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是对大家才是好的 对 但是事实上 上面那些阶级的人不见得 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 他可能只是让你知道一部分 或者是他可能像红军革命的话 他从来到来都会骗你 骗了非常骗了数百年 根本就住在地底 然后根本火星就可以住人了 还是骗你 然后也不会让你上去住 对 对 这是总的 我本来给他取的书名是羊毛战记 然后那个出版社议者 那个陈宗生他就说 这万万不可 因为你一看到战记 人家就会想到说 这要么就奇幻要么科幻 对 就是一个感觉很 很男性很阳刚的名字 但你羊毛记就让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那就会有一点点 勾起你的好奇心 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